SCP-024 Game Show of Death 死亡游戏秀 项目等级 Eucaly 都有这种措施 由于SCP-024的兴致 其无法被移动至安全地点 这种措施需围绕项目建造 为了隐藏项目的位置 在项目周围建造了五栋外观相同的复制建筑 SCP-024和其复制品 必须由独立的安保团队进行保护 以维持严密的安保区域 除团队领导者外 没有任何安保团队的成员 会被告知何者为真正的SCP-024 SCP-024必须用磁力密封防爆门 和强化的防弹墙壁加以保护 以防止任何未经允许的侵入 在所有情况下 任何安保人员或研究人员 接不得进入SCP-024 SCP-024仅允许让处于实验目的的低检人员进入 所有研究人员只能透过远程观察实验室 对SCP-024进行观察和实验 未经四级研究人员事前许可 而企图离开远程观察实验室 或进入SCP-024的任何人员 将被立即逮捕 并有可能被予以处决 若发生这种失效事件 或真正的SCP-024被揭穿 则必须透过事前注入于建筑物内的特殊拆除炸弹 炸毁整栋建筑 描述 SCP-024是一栋废弃的摄影棚 曾为 的财产 SCP-024在19 年被废弃至今 尚未知晓其异常性质是在遭遗期前 或遭遗期后出现 SCP-024位于 的正中央 最初是由一群闯入废弃建筑物的青少年所发现 当时唯一的获胜者向警察报案 其有关异常现象之证词 并即进会下令 设用SCP-024 进入SCP-024后 一个未知的播报员将会对来访者打招呼 该播报员能够透过对讲机通讯 也能听到和理解位于SCP-024内部者的声音 播报员会告知参赛者们将参加一场实境秀 其中比赛的获胜者将会赢得极佳的奖品 但会警告该比赛非常危险 输家将会永远无法离开SCP-024 此时播报员将会提出参加实境秀 或离开建筑的选择 选择参加的参赛者将会被留下参加比赛 而拒绝的参赛者将会被立即赶出建筑 曾赢得比赛或曾拒绝参加比赛者 将受到隐形的枪面阻挡 而永远无法再次进入SCP-024 接着留下的参赛者将会被带到实境秀节目中 游戏的内容、风格和外观 会依照每场独立的比赛而有所变化 但比赛设计始终围绕着让参赛者 必须通过漫长而精心设计的障碍物路线闯观 规则也会随每场比赛不同 有些比赛可能只允许一名胜利者 而有些比赛则鼓励参赛者组建团队来应得胜利 通常在比赛中所见的障碍物 由十分容易通过 到足以威胁生命的障碍物皆有 当参赛者尝试与播报员协商 已降低难度时 播报员将会不断地回应 并积极参与比赛的进行 通常以提供闯观建议 或和参赛者协商并添加新游戏规则为主 随着比赛的进行 障碍物将会越发危险且难以通过 导致所有参赛者败给障碍的情况时常发生 若发生此类事件 播报员将会对缺少赢家仪式表达遗憾 接着ICP024将关闭 并在新一批参赛者进入时重置关卡 任何犯规的尝试 例如殴打其他参赛者 或用作弊的方式绕过障碍 都将受到极度暴力的反击 播报员将会点名犯规的参赛者 他们将由摄影棚保安迅速而暴力的代理闯观比赛 这些摄影棚保安会在播报员有需求时 立即在ICP024内出现 并在不被需要时消失 被带走的参赛者将不会再次出现 当胜利者出现后 他将获得随机的高价值奖品 任何在比赛中幸存但未赢得比赛的参赛者 将会被播报员宣布为失败者 随后建筑内的灯光将会熄灭 获胜者会立即带着他的奖品 出现在ICP024之外 而失败者将完全消失于建筑内 然而ICP024最异常之处在于 当每场比赛结束后 将会有一卷VHS录影带或者DVD 出现在ICP024正门旁的信箱中 尽管胜利者声称他们从未见过ICP024内 有任何相机或摄影设备 但该录影记录内为该次比赛的完整记录 更异常的是 录影带内能看见现场观众在背景为参赛者欢呼 但胜利者通常声称没有在ICP024内 看见任何观众 附录一 至今胜利者获得奖品包含但不限于 现金、电子产品、各种消耗品、汽车、特殊收藏品 往各个国家有心旅游假期 在仔细检查后 已确认这些奖品皆为真品 并且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一致的奖品似乎未曾出现过相同的情形 附录二 为了追踪失败者的去向 基金会将GPS信号发送器 放置在D245小组中的D124至D135号测试对象 当失败者消失于建筑物内时 所有GPS信号也一同完全消失 当曾未知是信号发送器被破坏 或是因为失败者被带到无法通过GPS定位的区域 附录三 位于SCP-024内的播报员似乎是具有自主意识的 并且能感知到SCP-024外发生的事 在仅由博士组成的D523小组的实验中 播报员未进行比赛 转而合博士进行对话 对对话内容的分析显示 大多数的谈话内容集中于流行文化 和以电视传播的信息上 这代表SCP-024能够以某种方式 取得电视讯号并观看电视 切断SCP-024外围所有的电线和信号 以及一处SCP-024中任何可能的无线信号接触设备 对SCP-024没有任何影响 当播报员确定参赛者仅有博士一人时 播报员友善地请博士离开SCP-024 并建议他可以与更多参赛者一同回到SCP-024内 附录四 播报员用来维护规则的摄影棚保安 在每场比赛中的衣着各有不同 保安始终穿着和该场比赛主题相称的衣着风格 所有保安的共通点是具有类人动物的外表 突然出现与消失的能力 异常强大的力气 以及遮掩面部的面罩或饰品 然而胜利者声称保安在SCP-024内 没有明显的外形 而是以巨大的黑暗的人形模样吞射了犯规者 以上就是SCP-024 简单来说SCP-024是一栋建筑 内部是一个摄影棚 进入的人会被给予参加一个实境秀的机会 内容是危险的障碍赛 胜利者可以得到高价的奖品 而失败者全部消失 竞赛结束后会有实境秀的录影出现在门口的信箱内 这个SCP有人把它制作成游戏 不过也是相对阳春 基本上就是一个解谜平台跳跃游戏 但跳跃的操作感有点怪就是了 我会把链接放在底下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就非常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算不喜欢吧 希望做成了SCP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这样 拜拜